字幕提供 恭喜兩位 這次舞獎都很開心 是很開心 特別是我的內心 感覺到驕傲 因為我是全場最大年紀的婆婆 不是 你很受歡迎 你很謙虛 不是是真的 但我覺得 其實Siri姐 是我們全場的人裏 我覺得最有童真的 真的保持到那份 無論去吃 其實老實說 很多時候我看你IG吃東西 都是我們在外面會買到的食材 但見到你吃是特別開心 那種滿足 那種享受 其實我們有時候會少了 真的吃東西為甚麼 除了甜飽的肚子 開心也很重要 但你真的大得開心 我是一個很餵食的人 兩位感情都很好 剛剛思琦姐在台上都忍不住表白 因為軒仔真的幫了我很多 在我剛剛開愛的時候 她就馬上衝進來 還有周圍跟我做宣傳 真的很感激她 因為那時候我是很微弱的 試一試 學一學 但她就給我很大的幫助和支持 我是覺得思琦姐很懂得玩 因為其實真的 你問我網上的網絡 譬如說我的早餐系列 其實都是玩的 生活的一部份 而且你要真的覺得那件事 自己要覺得開心 才會帶到開心給人 我看到思琦姐 無論吃東西 穿衣服 甚至乎她配衣服 我經常都展示給我的同事 我問她多有型 我很想我媽媽 或者我們家裡的長輩都是這樣 超有型的 你們兩位之後會不會有機會 一起合作拍攝 希望有 今年吧 今年有機會 好 我們去玩 好 天高蝦碗可以請思琦姐 是啊 蝦碗要思琦姐為吃飯 我們今年會有一個全新系列 剛剛我們拍攝了這個季節的第一集 很激烈的 我們玩水上活動 但是我想 蛤?水上活動? 你沒問題 不 我說是 我們去 餐艇仔那些 那些都算是水上活動 現在銅鑼灣避風塘外面 我看到拍了很多船 是可以被人挖艇的 我想你都很多年沒試過 嗯 沒錯 你有沒有想過什麼藝衝可以跟思琦姐做 藝衝 有 水上活動就可以玩瓦艇 瓦艇? 或者出海去 在船上 現在不是有些避風塘可以炒菜嗎 和蛋家一起 是啊 是啊 我們可以吃東西 甚至乎在水上的士炒蜆 對 對 或者吃東西 這樣也可以 對 大師姐姐是否快不做了 上次聽你說 是啊 她快要退休了 不過她的 侄女來了接手 她的侄女 知道我在這裡人工高福利好 但是 她早餐的質素是 改進 再好很多 對 OK 可以跟她分享這個獎 和姐姐嗎 是啊 我想她 退休那筆錢應該都 都夠起樓了 在菲律賓 都挺好的 她很幫人 不是的 不是的 因為 我們住在同一間屋 其實都是家人 是啊 沒錯 我覺得 互相幫助 互相照顧 詩妮姐之後 還想煮一些什麼食物 現在研究什麼菜式 其實 我有很多中國人吃的食物 但是我發現 每逢鋪一些很簡單的 例如芝士 或者 海膽 就很喜歡 所以我還陸續 都會慢慢再安排一些 中國人喜歡吃的食物 詩妮姐做過一隻茶香雞給我吃 我們上次一起拍廣告的時候 很好吃的 我覺得可以開店 多謝你 真的 有沒有試一下可以試一下 自己都 我啊 是啊 我想 為了詩妮姐的健康著想 就不好了 嗯 我都是吃車子 做的 那我見了 軒仔最近的感覺 主要都是遊樂場 那樣 因為那些粉絲可能和你一起宣傳 我見了 真是很幫我宣傳的新歌 你不停在催你出歌之前 就不斷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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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而且真的很漂亮 看了已經可以知道整個故事 而且我很喜歡這隻新歌 謝謝 因為我很喜歡Merry go round 我很喜歡 這麼大個人都想坐 嗯 我們接下來搞新活動 我怕他們遮到其他電視台 哈哈哈哈 是啊 我們 如果我們 在香港會搭建一個Merry go round 我跟你一起玩 好嗎 耶 什麼時候會是 什麼時候會是 現在在找場地 對 現在在預訂 嗯 很快會有眉目 後花月也不錯 嗯 我喜歡你唱假日不好聽 嗯 真的很好聽 你是不是每天都唱歌的 嗯 是啊 基本上都要 可以 可以嗎 哈囉阿姐 恭喜泰莉拉拿了獎 是 分享很多view 是不是平時 是否見同志的平時多些 其實是 因為我最主要為什麼會 有時候會說拍一下片 其實都是因為被貓吵醒 那她又真是很盡責地 每天都很早喊醒我 那時間多了 你們知道我也是一個 熱愛創作的女人 那所以我就會拿點時間來 拍一下片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時的日常是怎樣 但我沒想過是 就是views那方面都可以有 這個拿到獎 那樣 有可不可以意外呢 有可不可以 都真的幾意外 完全沒想過是拍views可以拿獎 那但是我覺得 這個都是一個趨勢來的 就是 好像剛才一些的嘉賓都有說到 我覺得views其實很適合香港人 因為快靚正 就是你有快 有些好看 也有些得著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 很適合我們去拍的 所以都希望 不想多些方法 借著這個渠道 跟大家分享多些東西 剛剛知道你說要 以後會分享 就是不搞笑 分享多些知性味 我見你最近有很多 知性味的相片 是嗎 有嗎 其實我只不留意到 我的知性是 不小心就流出來的 那 希望我接下來 因為大家都說 是想帶歡樂給大家 我覺得 我好像人生 全部都是歡樂 所以都希望給另外一個面向給大家看 多數大家都會想有這件事發生 所以可能接下來 會跟大家一起讀書 唉 廉詩 都可能是一個 比較新的形態 所以 是要讀什麼書 我想會是情詩比較多 你們笑太大聲 是嗎 因為我覺得 是要給大家看一下 我溫柔體貼的一面 可能我都會拿一些 自己很喜歡的詩作 跟大家分享 你會不會自己作一份 你會不會 會不會 我只想問你會不會作給Jeffrey 如果要作給Jeffrey的話 第一首的詩作會是 遺忘了初心的貪活 因為我和Jeffrey 是未遺忘我們的初心 我們的關係很穩定 都是朋友 有 哈哈哈哈 我看到你的 hashtag 是JeffreyEli JeffreyEli 我覺得 其實能夠得到 JeffreyEli 這個 hashtag 已經是我人生 一個很大的成就 即是我不求做大婆 因為 我覺得Eli 已經是很厲害的 是她粉絲裡面 近乎No.1 這個也是很大的 honor 我看到你最近 你Key上 都有Key了她 那個 是 都是 都可以幫你打歌 宣傳一下 是不是 其實有沒有誠機 幫她宣傳一首歌 我不會這樣想 是因為 其實我Key不同的男神 我的照片的時候 我真的 第一次就想到 要Key Jeffrey 即朴寶劍都排後了一點 所以 我覺得 既然我的初心 就是要想起Jeffrey的話 我應該要 go with the blow 那就 Post Jeffrey 她會不會尖截 朴寶劍都排後一點 我沒有跟她說 這個事實 但是 我想Jeffrey 都會覺得很理所當然的 就是她都知道 她在我心目中是第一 那 之後都會是 但是 你幾遲出歌 你們的歌曲 一對新人 現在Jeffrey要唱第二首了 是 因為她最近出的歌 都是比較 有情傷 等等 我希望 都可能是 歡樂一點點才出 Maybe 農曆 新年 明年新年 是的 或者是一些比較 充滿愛的節日 例如是 重養 哈哈 好 謝謝 謝謝 請大家訂閱、留言 和LikeV1HK的YouTube頻道 再追蹤我們的IG和Facebook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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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安 好一點 照片 按摩 請 完蛋 看 有沒有